我的知名度跟妳的知名度 是當然不太一樣嘛 所以其實你沒有享受到我的名跟利 就要遭受到我這個等級的酸民的留言 不見得每個女生都可以承受 最後的疼愛是誰放開 其實公開感情這件事情 我還是會害羞的 而且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會害羞 而且我很清楚知道 一直放閃 然後靠著我的知名度 讓大家知道妮雅的話 是妮雅一直被被罵的 你是為了保護她 畢竟我的長相是非主流嘛 嗯 YouTuber9man 10日無預警宣布分手 交往3年實況主妮雅 還在IG上傳一張黑白照 妮雅也同步發文表示 我們磨合了非常久 還是沒辦法找到共識 最後決定不耽誤彼此 還給彼此自由 其實我行情沒有很好 我就要跟她講說 其實在我們圈子裡面 行情好的人 就是大概 我大概是PR10 就是以財力來說 可能我比較高 但是我以行情來說 我絕對是在這個 生態鏈的底層 這樣子 呃只是覺得 因為她很害怕我 她一直幫我做心理努力建設 因為妳要確定的話 妳要確定的話 然後到今年 我決定 因為已經交往兩年 就算了 那一開始我問 我是滿像 因為我沒愛 還有跟訪輩 兩人無預警分手 震驚不少網友 不過也有人認為 早有預兆 尤其九妹二月 找來尼亞一起Q&A 標題也直接下 為了錢 跟我一起 回覆酸民留言 有錢找普妹當女友 對九妹評價當普敵手 喔喔喔 很強 不太理解九妹這樣 有學歷有料的人 整天找些 賣弄身材又沒素質的實況主角 我跟她講 尼亞在認識我之前 對任何名牌不熟 你覺得LV跟CHONEL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尼亞應該是 滿明顯不愛名牌的人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觀察她的IG 我剛剛說公開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酸民 你就一直說 如果要公開 可能會很慘喔 一定是我的知名度 跟妳的知名度 是當然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妳沒有享受到我的名跟例 就要遭受到 我這個等級的酸民的留言 不見得每個女生都可以承受 你運用好 生小孩命也好 幹嘛不娶妳 好像也是 來娶了吧 可能就娶吧 那我隨時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